这个这个范例党里面啊 Q1就是等于50个范例啊 不过以那个18次上 18次上课来看 应该把这个50个范例讲完 可能性应该是不高 没办法全部 但是我会挑重点 尽量看能够讲几个就讲几个吧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反正你就把那范例拿出来练习看看 那基本上做法很很多元 就是说也是把他这个其实基本上也是 去整理一些一般性的一些问题 拿来当范例 那比如说呢 我们常遇到像第一个问题 问题一这个地方是自动流水号 那自动流水号就解决就是流水号 就是我们要去产生流水号的问题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个第一个是 也是总共六个栏位 编号品名单价数量小季地区 这边有六个栏位 但是编号的部分 在Excel里面 他没有办法自动编号 就是你输入 你要怎么办 你要自己输入 那自己输入会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说编号错误 或者是说编号格式不是我要的 那比如说像这边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假设很简单 我们第一个用 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可以把这个编号怎么样 全部重新帮我编好 那底下的部分都一样 我需要的是四码 而且是自动产生的 你不是还自己key 不是说我今天自己key 001 然后往下填满 不是我要的 第一个那我要怎么样去产生四个 就是四个四码 就是四码一样都是编号四码 然后另外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让它自动产生的话 我可以去抓什么抓利好 其实前面有讲过嘛 那个有一个函数叫ro 那ro的话呢 可以自动去取得什么 取得你现在的位置 所以现在如果游标放这里 它是第二列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现在好这地方插入 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全部里面有个ro函数 ro打ro就可以了 往下row这个函数 那ro函数会自动抓到什么呢 抓到你现在储存个位置是在第几列 它不会管理第几篮 只会管理第几列 所以你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在里面空的就可以了 按确定 它自动会去抓到你现在在第几列 那如果说你向下往下的话呢 它变第三列 第四列一直在 所以我们如果要符合现在编号的位置的话 必须怎么样呢 减1不就好了 按打勾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往下填满 基本上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产生我要的编号 那编号的来源基本上是根据列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这个列 位置不一定在第二列来 在别的列你也可以把它减掉 看减掉多少 就会符合我们现在的编号需求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我的列号来自于哪里呢 我的列号来自于 我的这个 我的编号来自于列号 OK 那第二个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要把它格式化成四码 也是如果说 它是1的话 那前面要补三个0 如果两位数就补两个0 以此类推 那补0的部分 前面好像有讲过 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函数 要直接在上面 key了 或者你只把剪下来 再贴到那个叫 text test函数 test函数呢 就是格式化 那VBA里面有一个跟它对应的一个